那时候 医书向法利赛人说 祸哉你们法利赛人 因为你们把薄荷 茴香及各种菜书 捐献十分之一 反而将公义 及爱天主的义务忽略过去 这些固然该做 那些也不可忽略 祸哉你们法利赛人 因为你们在会堂里 爱做丧做 在街市上 爱受人自尽 祸哉你们 因为你们就如同 不显露的坟墓 人在上面走过 也不知道 有一个法学士 回答耶稣说 师父 你说这些话 连我们也侮辱了 耶稣说 祸哉 你们这些法学士 因为你们 加个人不堪负荷的重担 而你们自己 对这重担 连一个指头 也不肯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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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